嗨,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晚上好 欢迎再次回到Hussein's Drama 我个人的视频博客平台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Hussein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一个视频的画质好看 大多数的原因是不是都归功于后期的调色呢 我一直认为这样的一个观点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实际上你需要一个视频的画质达到一个比较好看 它是跟很多的因素有关 而后期的调色我个人认为只占到整个因素里面的20% 而其他的80%都是在你前期拍摄的时候所完成的 就比如说你的背景的布景啊 就比如说你作为一个人物主人公的一个服装穿着和打扮呢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你在整个视频当中是以一个怎么样的光源来照亮你的视频的 也就是你的主要的光源是什么 实际上在摄影摄像这个专业的领域里面 我们时常摄影师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 好的光源是什么 我们需要在好的光源的条件下进行拍摄 那么在弱光的环境下我们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好的相机它也取决于它弱光的环境下 它的高ISO的时候 它的画质表现是不是仍然可以很好 它的噪点可以比较低一些 所以我们提来提去最关键的一个词都是光光光光光光 那么光源是在整个的视频拍摄过程当中 对画质我个人认为影响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其实好的光源会带给你好的像素 而把这些像素组合到一起最后就构成了你视频的画面 一个有好光源所带来的720P这种像素的视频 会比一个有差的光源弱光所带来的4K的这种视频的画质最后来的更加好一些 因为有了好的光源就等于你有了一个好的像素 有好的像素所构成的4K 你能看到的画质是非常清晰细腻非常非常有质感的 但是呢 由一个这种差的光源所构成的像素组成的4K视频 你看上去就是满屏幕的噪点 噪点来源于什么地方呢 噪点实际上就来源于这种非常差的光线条件下面这种差的像素 由差的像素组成多了以后 就构成了你们视频里面所看到的这一些噪点 所以说在整个视频制作的过程当中 曝光或者说你用什么样的光源作为你的主要的光源 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要去考虑和讨论的因素 那么我现在使用的这个主要的光源呢 是来自于爱图室的120D 再加上它的一个叫做Doom的柔光照的组合 那很多朋友都反映 对这个光源是非常好 它把你的肤色照得很OK 然后呢把你整个衣服的颜色啊 这种整个的色彩的还原度非常高 因为它是一个高显止的光源 显色指数要高过95以上 它所以你对色彩的还原会比较好一点 同时这一盏灯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特点就是它开关 开关都可以用遥控器 在我的补光的这一种日常的工作流程当中 我并没有采用所谓的三点式补光 或者二点式四点式的补光 我认为有一个好的主灯的光源作为你的一点式补光 最后就可以构成一个好的画面 也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 但是有很多的朋友就会反映说 这个灯是非常的好 但是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好啊 它的价格加起来 这个组合要4500多块钱 对于刚刚开始进入视频创作领域的一些初学者 一些新手来说 这样的一个光源的价格 有可能对他们来说是太过于贵了一些 因为有可能他们买一台相机也只要四五千块钱 而你如果一个主要的主灯光源 要占据那么多的一个价格的话 就会导致他们会觉得这个实际上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那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都有问我 胡老师你有没有一些什么 可以比较便宜的去解决你的视频当中的一个曝光的问题呢 实际上我在我刚开始进行视频拍摄的早期的时候 也并没有拿到这一台爱图式的120D的补光灯 而我的补光组合是我在淘宝还不知道京东上吧 买了一个品牌 它叫做春影的一个视频补光灯 价格非常便宜 它是一个双灯的组合 它的价格大概在180块钱 然后呢它有两盏灯泡 这两盏灯泡大概是150瓦的这种长亮灯 是可以专门用来进行视频补光的 所以这一个组合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初学者比较合适的 去刚开始接触摄影的时候 去入门进行的一个补光组合 那我觉得现在讲再多话 也不如我直接把这样的一个 我早期拍摄视频所用的这种正面的双灯的补光组合 给进行一个现在的状况的一个切换 让你们直观的感受一下 这样的一个组合所能够带来的光源 这种补光的效果大概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就先把120D关掉 然后三二一亮 那这就是这个180块钱的双灯的补光的套装 你们可以横向的对比一下 跟120D之间的这种look 也就是这种看上去的这种观感的区别 实际上区别还是挺大的 因为120D它作为一个单灯补光的话 就把我一边脸照亮 这边脸是比较黑的 而这样的一个补光呢 因为等于是前面有两盏 我左右45度角 各有两盏补光灯 所以它会把我整个的脸部都打亮 那这种感觉看上去 是不是来得更加的 面部会更加的清晰 我左右两边脸都是很光亮的呢 所以其实不同的一些粉丝 不同的观众 有可能喜欢不同的这种长相 不同的这种画面的样子 有的人会喜欢单灯那样 更加有戏剧效果一点 有的人喜欢这种双灯的曝光组合 会来得更加明亮的一些 那不管怎么讲呢 这个180块钱的套装里面 它是有包含到以下的几样东西 首先它有两个这种1米8的灯架 然后呢 它有两盏150瓦的一个 长亮的这种摄影补光灯 然后它还配两个这种柔光箱 和两块柔光布 整个的组合 其实一套它都跟你已经配齐配全的 跟120D的一个优缺点之间 它的优点自然是 整个这一套的价格非常的便宜 只需要180块钱 而120D再加它的一个DOOM的 柔光套的整个组合 要4500多块钱 贵了有好多 贵了有将近二三十倍的价格有没有 但是它的缺点也会存在一些 首先它的显色指数 会没有120D的显色指数来得好 所以你们所看到的颜色 可能会有一些色偏和色差 当然还有一个 我个人认为最大的缺点 就是在于 它用到了两盏150瓦的灯泡 这对于日常使用频繁的人来说 实际上是不节能的 因为120D它一盏灯 它开到最亮也就是120瓦 然后这边随便怎么样 它都没办法调节亮度 所以它一打开两盏灯过来的话 就是150瓦加150瓦就变成300瓦 整个的一个省电的情况 是不如一盏120瓦的LED灯的 大家自己家里买过灯泡知道 LED灯它的同样的瓦数下面 它亮度是比较高一些的 同时它也是比较节能减排的 所以说这里面就需要你们去 自己去全衡和平衡 到底是在早期的时候 用怎样的一个补光灯的组合 我个人是觉得在我早期的时候拍摄的视频 这两盏灯可以满足我基本上所有的需求 如果我需要一些比较这种戏剧化的效果的话 我要做的事情可以只是把其中的一盏灯关掉 我们现在关掉给你们看一下效果 好了我现在已经把我的右侧的这边的这盏灯关掉 你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我想要戏剧化的效果呢 我还可以跟刚刚的120D一样 只是用这种单灯来照亮我就可以 也可以达到一个怎么说呢 不一样的这种富有戏剧化的这种感觉 所以我们说补光啊这个事情 很多的时候还是看你自己的创意 你自己想要你视频的画面呈现出一种怎么样的观感 怎么样的look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好那现在我再把这盏灯再打开 再跟你们讲 接下来的这一次要送出的这一个礼物 因为接下来这两盏灯 我决定作为一个礼物来送给那些 最近在微博上关注我的朋友 还是把灯打开再跟你们讲吧 因为大家知道我最近在做一个新的栏目 叫做问胡老师一个问题 向胡老师提问这个栏目 我知道要把你们从B站再转移很多人去微博上 有一些怎么说呢 很多人觉得微博的体验不好 我个人也是觉得微博的体验不大好 但是毕竟微博是一个社交软件 而Bilibili更多的是偏向于一个视频的网站 所以我想更多的视频的高清的内容放在这里 而会把一些更多的跟粉丝之间的互动之后 会逐步逐步放到微博上 所以也非常非常感谢那些 已经在微博上成为我粉丝的这一些观众朋友们 那所以为了回馈你们呢 这两盏补光灯 这个补光套装 180块钱的春莹的补光套装 我决定做一次giveaway 那我会在我的微博上留下一条贴子 具体的获取这两盏补光灯的方法 请看这个视频下方的简介区 我会写得非常清楚 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 怎么样迎取这两个来自于春莹的视频的补光灯 好了 那我们现在还是把灯光切换回我们的120D吧 321 好了 欢迎回来我们还是切换回120D 作为一个主要光源 来跟刚刚的那些画面进行一个直观的比较 你们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我现在非常非常喜欢这盏灯 或者说为什么这盏灯 它贵有它贵的一个道理在里面 那么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们在选购设备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都会有一些你的 怎么说那些价格和质量的一些因素 自然一些质量非常好的一些设备 它的价格也是非常好的 就比如说相机领域 你想要达到一个视频拍摄的一个效果 画质各方面都比较好的 你可以去买一个8K的Red的相机 但那样的相机就要动辄10万20万 这个价格不是说很多的一些普通人不能接受 就连我这样的专业的视频制作者 对我来说这样的一个相机 首先也没有那样的必要 其次它的价格也是非常的贵 我也是买不起那些东西的 所以我就可以去买一个入门级别的相机 去追求一个性能和价格上面的一个平衡 也就是所谓的性价比高的东西 那么同样道理在灯光领域 在镜头领域 包括在我眼前的这个麦克风领域 都会有这样的一些产品 它都会有一些非常非常顶尖的产品 质地非常的棒 但是价格也是非常的贵 那同样也会有一些产品 它的价格呢还合适 但是它的质量同样可以去媲美那一些 已经做到顶级的产品 那自然市场上是有这一类的 针对普通消费者的性价比比较高的产品 那我也是希望通过Sense Drama这个频道 要分享给大家这样的一些购物观跟消费观 就是你刚开始早期的时候 没有必要买很贵的装备 更重要的还是优化你的内容 当你的内容变得越来越好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厂商会来主动的免费的提供你一些设备 让你来评测让你来使用 这样的过程当中 你就可以低成本的逐步逐步去升级你的一些设备 所以在选择设备之余 我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还是要把自己的内容做精做好 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到你去 给你的频道有一些增长 让你在做自媒体的过程当中得到更多的人关注 而不是特别多的去关注于那些特别贵的装备 利用好你眼前所有的这些设备 去创造出来你个人能够达到的极限水平的作品 这个才是每一个视频创作者应该去每天思考的问题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这一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希望我这个视频的分享也可以在你们平常进行补光的过程当中 设备选购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参考和帮助 你如果觉得这一期的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也不要忘记点击屏幕下方的点赞投币收藏转发的按钮来支持Hussein一下 同时呢我在这里先要对大家表示非常非常的感谢 就是你们每一次的点赞和收藏和转发 才有了我今天的这样的一个频道的一个数量和一个比较好的频道的成长 那真的非常的感谢 同时呢你如果是一个新到这个频道来的一个观众朋友的话 我也希望你们可以留下来点击屏幕左上右上方的关注按钮来成为我的粉丝 我相信通过这个频道你跟我之间的这种互动 一定会让你在不管是人生还是在视频和照片拍摄的领域 都有一些学习和一些进步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这一点 那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 再见咯 拜拜 Pea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